有人说清朝已经成为封建制的完美形态了 绝对不是 清朝也是有很多问题的 清朝有一大问题就没有搞明白 就是八七子弟 八七子弟吧 他是没什么造反的能力 但是他也没啥别的能力 其实也是一种养住 清朝尤其到中后期 可以看出来很多问题还是照样的 如果不工业革命 再来两千年的农业社会 后面再跟着哗一堆王朝 还是会有改进的 阶庭之战后 诸葛亮为什么不集结兵力 去打败张和而是直接退兵了 这个事是这样 首先我要是张和 我在打败马素之后 我是不会跟诸葛亮打的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张和在阶庭打败了马素 他的部队也进入隆右了 之前隆右葛骏投降诸葛亮 又重新回归到草位了 大家想想这种情况下 就是阶庭之战前和阶庭之战后 在战略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后勤补给不一样了 之前其实诸葛亮已经反客为主了 他占据了大半个农右吧 很多地方也都已经归降他了 自然你就可以就地征凉了 张和的部队反而是一路绕了很远过来的 如果马素守住截挺 在粮草不济的 其实是曹魏军 不是属汉 但是等到张和已经进入隆右了 隆右那些郡也又反逃不回去了 那诸葛亮的粮草就只能从汉中 从四川一路运过来了 他在当地争不到粮了 反而张和魏军能在隆右就地争粮 那你就不要跟诸葛亮打了 你为什么不像后来司马懿一样 守住险要呢 把诸葛亮耗走呢 把他粮草耗煤呢 在这种时候 魏军已经是占据所有的战略优势了 他有各种办法 而且就算张和虎或者他叫利公 就跟诸葛亮硬壳 张和也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 那就无非这几点 第一打赢了 赢得很顺利 概率不大 第二呢 大败 大败了 第三呢 什么两败俱伤啊 或者惨胜啊 就这些结果 你算下来啊 大胜 自己损失还不大 顶多两成 剩下的概率 对你来说都是没法接受的 就算你惨胜 那你在隆右也待不住了 人家的援军 还是可以从阶庭继续进来啊 所以呢 当时退军 是很正确的 其实啊 张和那会儿最佳的选择 比方说要让王神水 在当时做张和的话 就是逼近到蜀军大营附近 然后呢我也不跟你打 把防御公事都建好 我就跟你在那相持 而且我也不离你太远 你要攻 我就依靠防御公事 我就守 我就不出战 我就等你无良自退 你一退 当然诸葛亮是牛逼 那肯定是 但是你一退 我就还是很有可能在追击上占到一些便宜 李世民打法 对 就是李世民打法 张和不就追击死的吗 那这说的不是王神水吗 王神水 岂会是 那王神水就不一样了 马苏要是守住了 结局会怎么样 马苏要是守住了 那就正好是调过来了 那我要是诸葛亮 我也不跟张和打了 我就把那两条关隘守住 马苏守一条 我自己守一条 我自己守田水那条路 我号的魏军无良 不占屈人之兵才是上策 列柳城还是会丢 列柳城这个事 我在讲接停之战的 那两集讲过了 列柳城不是很多人说的那个地方 列柳城不再拢用 这条路是从陈仓道下来 就打下列柳城 是去截断 火量和汉中的联络的 那么一个禁兵路线吧 列柳城本身也没有截断 但是呢 会有一些威胁